布袋傀儡 布袋傀儡是明清盛行於民間的單人木偶戲 在河北稱狗栗子或耍傀儡子 閩著稱藏漫戲 安徽稱煎蛋戲 常見藝人挑著扁蛋 沿街敲鑼招攔生意 演出時以扁蛋撐起戲台 以藏漫圍成密閉空間 抄偶月食一人包辦 可說是現代布袋戲的源頭